圣诞节快到了 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光荣家山报家音 幼宝科精心安排节目 还送上了客制化的小礼物 其中融入各项教育议题的圣诞树 展现幼宝科的凝聚力 也分送暖暖的耶诞祝福 落实幼儿园的小朋友报家音 用充满温暖的歌曲献上满满的祝福 今天很高兴带着我们的小孩 来光荣家山幼宝科 跟他们一起同乐报家音 那我们幼宝科的孩子 也把他们所学的跟孩子的互动 那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 来展现出来学姐学弟学妹之间 能够和乐融融 然后有一个难忘的一个圣诞节 光荣幼宝科精心准备了两大节目 不只猜谜问答 还有可爱的表演秀 客制化的礼物也让小朋友好惊喜 客制化的样式圈给小朋友 更酷的是这用600多个宝特瓶 组装起来的圣诞树 融入环境 性瓶 食安等教育议题 幼宝科学生展现绝佳的凝聚力 让满满的祝福翻送到每一个角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